HELLO,我是Alan 今天要來跟你介紹的是WordPress的媒體庫 WordPress呢,它其實有自己的一個媒體庫 它的所有的檔案圖片,它都會放在媒體庫裡面 那媒體庫當然有檔案的大小限制 如果你今天傳的檔案太大,它就會沒有辦法上傳 這是為了要控管整個網站的空間品質 那我們現在到後台這邊會看到一個媒體 它有個媒體庫 當我今天如果要新增的檔案 我們在這邊新增 那你會看到下方呢,它有非常多我們之前上傳的媒體 當然我都可以去做編輯它 我可以去編輯它,看到它的媒體的網址 或者是它的標題,它的替代文字 還有它的一個預覽圖 那這邊呢,我們可以把它切成是使用列表的方式來觀看 列表的方式其實有幾個好處 就是說我可以直接這樣勾 然後做一些P4的管理 比如說永久刪除啦,套用 那它就會全部永久刪除 那當然我們如果使用像是這種 鑽瓦式的方式,一格一格的方式 它也可以做這種動作 我可以這樣直接選 勾了一個之後按住Shift 然後選擇我要其他的 然後可以再做其他的操作 永久刪除之類的 那媒體庫的部分是這樣 那接下來我要先做新增檔案的部分 新增檔案在這邊 我們可以做一些新增檔案 那你會發現說我們的網站啊 會有多了很多的選項 比如說像是這個 Add External Media Without Import 或者是這些分類 或者是一些感覺好像 為什麼會發現說我的Wordpress網站 沒有這些東西 那是因為我們的網站自己本身呢 有加裝了一些其他擴充的功能 讓媒體庫更方便 那今天如果我們要先上傳檔案 我們都要有一個習慣 這個習慣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保持讓我們的圖片 在一個比較乾淨的空間 也就是說在一個比較 檔案大小比較小的情況之下上傳 那同時這個圖片又不會失真 那我們的方式都是這樣 像我們現在要打開一個 我們方式會是先使用 先使用Photoshop 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一個 壓縮圖片的軟體都可以 我們自己是習慣使用Photoshop 然後呢 我們會開啟圖片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先用一個圖片 這個狗狗的圖片 開啟它 那我們一般的做法呢 我們會是先用影像的方式 我們會把影像的尺寸 調整一下 那這尺寸要怎麼調整 其實很簡單 我今天如果看到網站上啊 它是一張這麼大的圖 從左邊到右邊這麼大 我一般 在設定上 我們最寬 就是到1920 我們不會設定太 超過1920 因為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那如果是說它今天是像 像這種小小的封面圖 點進去它可能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大小 這樣大小的圖呢 其實我們一般都是設定在 1280 最寬我們就設定在1280 的一個情況之下 不管高度多高 我們就是寬度 以寬度為主 就是在1280 我們先檢視一下 它現在這個 這個圖片 它的 檔案大小 它現在檔案大小是 644KB 其實644KB 對於我們做網站的人而言來說 還是稍微有點高了一點 因為如果你今天圖片很多的話 那就很麻煩了 好 那我們現在 先做一個壓縮的動作 影像 影像尺寸 1280 當你 縮小了以後 我們會做儲存嘛 我們自己本身是用Photoshop 當然你們可以自己 使用自己的一個 軟體去做這樣的動作 當我們儲存完了以後呢 我們會到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叫做 tinyjpg 你只要在 google這邊 打 tinyjpg 第一個它其實就是這個網站 一個熊貓的圖 你在這裡呢 點選 然後選擇你剛剛的圖片 它會把你從 你的一個KB數 再降下來變成 更少的KB數 就是更少的檔案大小 然後再把它下載下來 那其實你會發現 這兩個檔案啊 它其實長的畫面都不會有失真哦 可是它的檔案大小卻已經壓縮了 都已經壓縮 壓縮到很小的一個比例 尺寸是一樣的 品質不會失真 但是它的大小卻被壓縮了 那壓縮完以後呢 我們通常都是建議 一定要把你的這個名稱啊 檔案的名稱自己自訂一個編號 無論是什麼樣的編號都可以 就是說 它一定要是英文 數字 不要說是中文 因為這有時候在做搬家 其實還蠻麻煩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最好是用英文 那如果擔心影響到SEO的部分 其實SEO的設定其實很簡單 都有替代文字啦 或是一些說明可以讓你去做設定 不過我們現在先以媒體庫的 上傳的基本操作為主 那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我可以新增檔案 選擇檔案 選擇檔案 那另外一種方式是 我直接將我的圖片拖過來 你會看到它有個 藍色區域 變成藍色 放開 它就會上傳 那它就是175KB 那你在點選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這樣的網址 這就是你已經上傳到你的伺服器裡面了 上傳到你的網站裡面了 那接下來我要再做任何 比如說文章啊 我要去設定封面圖等等 我都可以設定這張圖片成為我的封面圖 那當然我也可以做刪除 直接永久刪除 那其實這種圖片啊 它通常都可以在上面直接做裁切 可是我們比較不常使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比較不常使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其實你可以使用你裡面的一些 你電腦裡面的一些比如說像Photoshop 或者是甚至有些人使用小畫家 來做一些裁切 就直接用這樣裁切就好 你不需要再到網站上傳了以後再裁切 其實還蠻麻煩的 那媒體庫的上傳 刪除其實就是這樣 只要記住幾個重點 就是你在做上傳的動作的時候 一定要經過TinyJPG的壓縮 把圖片壓縮以後再丟到媒體庫裡面 不然你的網站會越來越肥大 你的檔案大小就越來越大 那你的網站的速度跟空間就有可能會被 會造成這樣的負擔 那這個是一個經驗談 媒體庫的部分其實今天就是介紹到這邊 在那邊 那邊 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